大家好 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郭艾伦 郭艾伦呢 昨天在与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中也是首发上场 整场比赛打了22分钟 只拿到了5分 从数据上来说 郭艾伦表现真的不太理想 特别是我们多次看到他单枪劈马 个人突破 然后没有上篮成功 被对方盖掉 所以呢 郭艾伦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大腿拉伤 我们在比赛中也能够看到他下场之后 队一马上过来就要处理他腿部的伤体 他表现成这样 我们当然也情有可原 但是一个健康状态下的郭艾伦 现在到底能力如何 我们也是打一个疑问 因为目前呢 其实郭艾伦并不是真正的亚洲第一空位 有菲律宾的克拉克森 还有黎巴嫩的阿拉基 这两个人是郭艾伦的主要对手 郭艾伦呢 其实在国家队的比赛中的表现 并不如他在CBA辽宁俱乐部中的表现 所以呢 很多球迷都送给郭艾伦一个外号 叫郭艾伦 其实郭艾伦参加的世界大赛真的不少 从10年的世锦赛开始 一直到今年 在国家队已经打了12年 但是呢 郭艾伦并没有带领中国男男 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郭艾伦 其实我觉得啊 现在已经岁月不饶人 年轻时候的郭艾伦突破 那个闪电的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现在 郭艾伦感觉 真的有点连坡老矣的感觉 特别是在这种强对抗下的上篮 我感觉他成功力并不高 在国际赛场 因为国际赛场的防守强度 远远大于CBA的防守强度 CBA他可以横着来打球 但是到了国际赛场 谁认他是谁 所以呢 我们也不能把希望 全部寄托在郭艾伦身上 郭艾伦也在一年一年的 岁数增长 一年一年的体能下降 所以呢 我们要 看郭艾伦的接班人 所有中国后卫 都要形成一个整体来这样看 如果把希望都寄托在 郭艾伦一个人身上 那我们就错了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